北京时间12月20日消息 整个钱币行业火热 火热的是机制币 同属钱币的股钱与火热的机制币相比 可谓是愁云惨淡 超过10万元的精品股钱少之又少 股钱热门品种仍然集中在咸丰大钱部分 本次秋拍先秦至汉股钱鲜有出现 照比春拍时虽然行情下滑 但集美品还处于有价的层面 上海红盛秋拍中三字刀起法化背法 赵全之先生就藏 两万零七百元成交 邓通秋拍中 GBA减美88堂贷的一元宝贝赏月48300元成交 华夏 XF82北宋黄宋通宝小屏酒碟赚59万8000元成交 嘉德秋拍中 GBA减美92金贷太和重宝折食 祈福坑69000元成交 上海红盛秋拍中 咸丰重宝宝权当五十大样母钱 17万2500元成交 多枚清贷咸丰重宝宝苏当 13680到16100元成交 你家抽屉有吗 中五年店 Past 橘宝宝宝也帆成交